我們醫會好同事 許家培議員 今天早上凌晨離開我們 她因為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發現她自己身體不舒服 然後去做檢查 然後發現自己得了子宮內膜癌 但她在整個過程當中 她非常積極的治療 一度其實身體也都好轉 她甚至認為她在身體好轉之後 她會繼續投入議員的工作之外 她也要加入所有的防癌的志工行列 但很遺憾的 在今天凌晨 她因為多重器官的衰竭陷入昏迷之後 她離開了我們 那我們非常不捨 我們會民進黨黨團 會協助她的家人 來辦理所有的後事 加倍已經是連三任的議員 那她也是非常年輕就當選議員 那她在選期我想風評都非常好 也非常的認真 做選民服務也非常的到位 那大家對她的印象也都非常好 而且她非常 我想所有議會的同仁 不分黨派 不管是不是同選區 對她的印象 都是非常可愛的一個小女生 而且她在從事問政也好 從事地方服務也好 都做得非常到位 那突然離世的消息 我想讓很多人都非常的不捨 那特別是我 早期在當議員的時候 也跟她的父親共識過 那更覺得 她這麼年輕就因為病痛而離開 真的我想選區的議員 選區的選民也都非常的不捨她 我們議會好同事 就是許家培議員 今天早上凌晨離開我們 她因為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發現她自己身體不舒服 然後去做檢查 然後發現自己得了子宮內膜癌 但她在整個過程當中 她非常積極的治療 一度其實身體也都好轉 她甚至認為她在身體好轉之後 她會繼續投入議員的工作之外 她也要加入所有的防癌的志工行列 但很遺憾的 在今天凌晨 她因為多重器官的衰竭 陷入昏迷之後 她離開了我們 那我們非常不捨 我們會民進黨黨團 會協助她的家人 來辦理所有的後事 那家培勤勉誠懇 珍惜議員職務 然後為松山信義 為台北市民來發聲 來努力的聲音 我們都歷歷在目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松山信義的好朋友 所有的台北市民 認識嘉佩的朋友 都能夠祝福她 一路好走 無病無痛 已經回到天家 當小天使 我和嘉佩 其實不只是港黑的助理 港黑的議員 我們更是同一期的助理 所以其實當我們都還很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在議會跑跑跳跳 然後也學習 雖然她那時候 除了議員助理之外 她更是所謂的正二代 但在她的身份 你完全看不到一個正二代的氣質 她其實對人非常的誠懇 對朋友非常的好 所以這也是她能夠在松山信義 連續三任獲得選民的支持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跟許家培同一個時期的助理 同一屆一起當議員 我們兩個也都被暱稱叫做培培 所以常常在議會 很多人搞不清楚 叫她許書培 或者是叫我減家培 那我們兩個都對於這樣子被誤稱 我們也都非常的習以為常 而且我們也會彼此開玩笑 所以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還會互相到彼此的選區 去為彼此加油 為彼此鼓勵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正向的競爭 也是一個在議會裡面 非常一個好的同事情 那也再次的證實加培 其實不只是在公事的服務上 在議會的問證上 在這個協助市府施政的努力上面 有成績 她在私底下的人員也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議會民進黨黨團 包含我 包含很多的議員同仁 還有包含她質詢小組的成員 包含王明生議員 陳子惠議員 顏洛芳議員 林彥鳳議員 大概這一段時間 其實都在她的身邊陪伴著她 這個當然我們黨團會再去做討論 不過之前因為她生病的時候 她有說她要這個在治病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黨團總召的工作 她會請我來幫忙 那這是她在她大約五六月的時候 來拜託我的事情 但現在她人已經離開 那我想我們黨團會再重新來做討論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協助嘉培的家人 把她的這個最後一段路 我們好好的送她 李長是不是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徐嘉貝議員 就是因為今天凌晨過世的消息 今天一早非常遺憾聽到 徐嘉貝議員離世的消息 那 呃 事實上在四五月間 我們就知道她的身體有一些狀況 那也持續在關心 她訴後以及相關治療的狀況 那她之前也都一直跟我們講說 一切都非常的穩定 那沒想到她走的蠻突然的 那 議會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會按照相關的規定 全力來予以協助 不管她是後續的處理 她有辦公室的部分 那我們也交代議會的各部門 全力來協助她辦公室 來處理後續的相關的事宜 你反正因為跟她是同一個選區 那跟她是不是有一些互動 對她的印象 呃 加倍已經是連三任的議員 那她也是非常年輕就當選議員 那她在選期我想風評都非常好 也非常的認真 做選民服務也非常的到位 那大家對她的印象也都非常好 而且她非常 我想說我議會的同仁不分黨派 不管是不是同選區 對她的印象 都是非常可愛的一個小女生 而且她在從事問政也好 從事地方服務也好 情跑基層也好 都做得非常到位 那 那突然離世的消息我想讓很多人都非常的不捨 那特別是我早期在當議員的時候也跟她的父親共識過 那更覺得她這麼年輕就因為病痛而離開 真的我想選區的議員 選區的選民也都非常的不捨她 那你講這關於這次選區的部分會有什麼挑戰 還是會擔心想到這邊的選舉 因為現在舉出了之外 還有那個 這一次松信選區的確是比較特別 因為之前我們有兩位優秀的同仁進軍到立法院去 那麼之前也有更資深的陳永德議員入閣去擔任局長 那再加上這次加倍的事情 當然這個部分對於松信的議員來講 我們的責任也更加重大 必須要承擔起更多選民服務的工作 但是我想任何一個議員都會盡力的把自己分類的事情做好 那所有松信選民該有的服務跟爭取建設 我想部分黨派所有的議員都會盡力把這一塊空缺給填不起來